由莫文蔚父親親自撰寫的文稱五位介紹 即貼切地形容了莫文蔚的名字 個性和演藝生涯 還有莫文蔚的演唱會 唱片封面 雜誌等多幅珍貴影像 組成的大型拼圖牆 这是她出道30周年的巡迴特展 她也特別到場分享策展理念 今天就用一个新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 所以最近都在榜了 就是这个展覽 就是今年都是在筹备这个展覽 我们首先是在香港举办了 然后到北京 然后现在到台北这里 然后因为都累积了30年的很多的点点滴滴啊 作品啊 回忆啊 所以真的要挑选拿什么东西来展现出来真的是花了很多的心思 我们一般在家里有时候整理都觉得会陷入那个回忆当中 30年要选 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这一定都是精挑心的人 而且我是一直收藏很多东西的那种人 而且以前刚出道的那个90年代啊 还是我们会拍照 然后洗照片出来 然后我家里有一堆的照片 然后粉丝也给我很多的一些小东西啊 小礼物啊 都留着啊 都留着啊 信啊什么的 很多东西都留着 对 然后今天其实这个展览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多年前拍的一本写真集 就是文成五味 因为那个年代也是 出了可能几百本的书 实体书 然后卖完 而且是给慈善筹款的 然后卖完就没了 绝版 所以这次想透过这个展览来跟大家 重新的分享我当年拍的那些照片 图啊 一些简报啊 全部是我自己挑的 自己选的 对 因为我就是从入行到现在 我妈妈会帮我做简报 所以就收集了好几十箱的简报 历年来的一些就是各式各样的东西 所以我这些选的基本上都是 就是跟台湾特别有关系的一些回忆 比如说我就是拍MV啊 出第一张唱片啊 第一次在那个足球场看演唱会啊 拍广告啊 那个摩托车啊什么的 全部都是在台湾发生的一些点点地 由国际摄影大师夏永康 为梦文卫拍摄的文成五味绝版写真集 其中四幅经典照片更以AR技术 再度展示在观众眼前 每一张照片都有莫文卫的故事 还有由他构思以传达保护地球 守护并为动物信念的原创虚拟漫画人物 莫猫宝贝也出现在展区 这个我就是画成一只花豹的那个照片 就是因为我的名字文卫 其实是来自易经的一句话 就是君子豹变齐文卫也 然后是我爸爸就是给我取的名字啊 然后是他解释给我听 就是人呢就是随着时间啊 你就会像豹子一样 他们身上的花纹会变得越来越漂亮 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哇原来我的名字这么酷的 那我当时就觉得我一定要用照片的方式 来解读我的这个名字后面的意思 所以就把自己画成就是那个豹的花纹画在身上 然后就拍了这样子的一个照片 然后旁边的那张哇 我记得那个全身若文卫对是经典 现在看起来还是经典 对就是对怎么看都很好看 自己说是不是 是是是 而且也不会再有这样的照片了 真的为什么 我做过的东西我就不想再重复 而且在那个时候就是哇 就留下来一个这么漂亮的照片 我觉得就把它就一直留在那 所以那时候拍之前 有没有思考再三 还是觉得说这是一个好一点 我们就做了 我其实我很多的决定都是很很即兴的 就是当时因为重新开始就是在音乐上出发 然后当时签了滚车唱片 然后就来发一张广东专辑 所以我们就想说可以用那个全身跟全心在广东话 是同一个发音 所以就想说这样子就很有意思啊 可以就是我们叫做全 其实想说是全心的末位在音乐上出发 然后我就想到那我们用身体来带出这个概念 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全裸来这样躺在沙发上就是拍一张照片 然后上面公司听到 哇怎么会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他们觉得很好 好啊赶紧拍赶紧拍 我们这次的展览叫做末后光年 为什么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 就是希望我们的作品 就是它应该可以不被时间或空间的限制 所以就希望我们就算这么久以前的一些照片啊作品啊 我们也现在可以用一些透过一些新的技术 然后来重新品味 然后或许会有新的一些体验 手机啊或者iPad啊这样 Scan这个二维码 不用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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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对着照片 你就要有一个App然后Scan它 然后然后 对 看得见吗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爆纹在闪闪发亮 对对对对 那个爆纹哇就是发光的 然后有金粉这样飞出来 就是也是我们一个合作的款 然后它很有意义的 因为全球只有三百条 然后每一条就会有一个号码 那我今天带着的这个 当然你们是看不到很小了 然后是那个号码是186 然后呢为什么选这个数字的 所以说发的概念吗也不是 不是186 为什么呢 因为在201年的6月18号的时候呢 本来6月18号就是我以前我爸爸的生日 对所以本来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日子 对 然后当年的6月18号呢 就是我上次拿到金曲奖的那天 对所以就觉得好兆头 所以您就先把这个186先抢 先收藏起来了 对 特展全区串起他的过去 现在未来 希望能莫忘初衷 呈现起后 莫文蔚透露 明年有考虑办演唱会 由于不想唱的太密集 场次应该不多 但直呼 台湾是必须的 我爸爸妈妈的爱 记者问郡台北不到 对 因为台湾 相当面对 对 你回了 白光 下 对 你 就 对 你 好